网络视听盛典出场顺序看地位 首先出场的是贵公子谭剑词 有流量有颜值有实力 由他开场拉开序幕 打响新年第一弹非常合适 紧接着就是哥哥浪姐中的代表人物 像路易谢那卢靖山都在其中 本以为接下来会是一些小透明了 没想到会是京剧艺术家王佩玉 高音达人萨鼎鼎 今年刚刚爆火的小孩歌王星月 90后鼎流小花白鹿也紧随其后 安排他们为红毯预热 不得不说主办方是懂得引流的 接下来就是的实力演员张星成 事后热衣扎 拿过大奖的他们 咖位是比前几位高上一点 从许卫周开始 红侃就是平静期了 碧文俊江沛姚流星宁 都是有潜力的演员 还有今年小报的蓝龟喜事剧组 紧接着是毛小彤徐凯 两位今年都有出彩的作品 于世曼就厉害了 一部《新闻女王》三宗侍后 地位自然也是水长船高 令人意外的是凌云 没有新剧傍身的她居然能排在于世曼身后出场 可见新女郎的地位不容小觑 再往后就是初代偶像宋前 流量实力演员白露 和今年有爆火剧加持的宋颖 而看到周深就知道这场红毯就快结束了 作为各大活动晚会的宠 周深的地位无庸置疑 然后就是能唱能演的魏大轩 在内于伏兵役的黄景 国民妈妈张凯丽 没想到压轴的竟是0713男团 老男孩们事业的第二春来的确实 断层顶流肖战自然是大压轴亮相 他的地位无人的撼动 原来明星咖尉真的决定待遇 网络视听盛典职业明星联集 大半个娱乐圈一人悉数爆炸 咖尉小的明星挤在一起 三四人成队亮相 还要穿得足够细襟 你看蒙娜丽莎拉姆养子多好 特意换上剧中的衣服吸引镜头 陈卓璇穿着夸张的花旦裙 一直招手打招 即便白露如今已经爆火 还是腰穿上性感累 红毯上早早亮相 慧大勋黄景瑜虽然有演技有能量 在鱼圈有一席之地 可走红毯时却并没给多少精力 反观今年爆火的0713难度 团队六个人本就很有热 几位男星各有个的实力和人情 因此走红毯被安排压轴出场 凭借棉花楼 机身顶楼的诚意 要不是因为形成问题 红毯也一定是靠后出场 特别是断层顶楼肖战 不仅是在整场活动压轴亮相 并且主办方还专门安排了楼梯 足以让粉丝们大饱眼 整场走秀加朗诵 加歌曲演唱被全程记录 一针一秒摄像都不愿错误 遥想当年肖战不护士走红毯 穿着简单的礼服 红毯上演的镜头还没角度 如今爆火后 不仅被受主办方重视 身上的礼服 也是黎巴嫩先排位 他特别定制 这份待遇不仅内于几年 就是全球也没几年 可见大咖和小透明的待遇 那是天差地迷 实力派有多看不上偶像派 你看时代少年团上台领奖势 前排马伊丽的表情很是精彩 撇嘴冷笑满脸嘲讽 似乎很不理解这个奖项 实力唱将张杰 当听到自己的成名曲 这就是爱 被华晨宇畅想秒过分 如梗在喉的感觉是藏都藏不住 而这已经不是华晨宇第一次被嫌弃 上次飙高音 不是歌手的郭金飞 听得也是眉头紧重 闭嘴两个字直接喉出声 大概是真的有最辣的 肖战刚爆火时候场剧看到杨阳走 立刻微笑点头向对方问好 没想到杨阳却表情淡漠没有 坐下后也指不低头刷手机 气氛冷到了极底 杨谦画获奖脸上没有一丝笑话 只是因为和吉娜获得同框奖项 毕竟一个是靠老公爆火的偶像 一个是实力演员加实力唱奖 有些情绪也是正常的谈 我见少女舞台上正热情唱调 镜头给到台下女性 舒淇撇着嘴直勾勾地盯着台上 妮妮也是一副不服气的表情 估计是看不上这些年轻小话 你看王一博获奖 台下掌声一片 粉丝的呼喊声主持人都压制不住 反观田希薇张灵克领奖 不仅无人起身祝福 大家的表情也很是大不得 几乎没有什么掌声 自以为小乃银很可爱的余淑星 活动上讲话可把长远给难受坏 月云旁也忍不住和旁边的人相视一眼 现场前辈表情皆是一言难尽 舒淇更像是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老戏骨们大概是第一次见这场面